接著來關心臺北市 今天新增三例本土病例 新北市一例雙北疫情趨緩 針對中央開放同住家人 在餐廳內用免隔板和梅花座 雙北認為業者的執行是非常的難 不跟進 但新北市只開放小孩和長輩 可同桌共識 不用隔板和梅花座 臺北市二十二號新增三例 本土病例全臺最多 兩例新增一例居家隔離 而新北市則新增一例本土個案 也是居隔陰轉陽 住在新莊 新北疫情穩定 但對於中央開放同住家人 在餐廳可以同桌共識 不用隔板和採取梅花座 市府認為業者執行有困難 很難認定 只開放小孩和長輩 可以同桌共識 臺北市長柯文哲二十一年 一號也坦言同住家人在餐廳內 用免隔板和梅花座 很難落實 建議可以用有無接種疫苗來區分 並呼籲中央 儘速推出疫苗護照或通行證 開放同住家人同桌共餐 雙北不跟進 而桃園二十二號也新增一例 八月初這名確診者曾經和雙北兩名確診者打麻將和泡茶被匡列居家隔離裁檢後確診CT值三十一 桃園市衛生局目前匡列他的四名家人 另外有一名也是住在桃園的牌友 雖然採檢陰性但仍比照陽性個案擴大匡列採檢 記者林姓陳信龍台北新北桃園綜合報導